我已经两年没有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了 在一位女同事的引诱下 我背着老公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群 这个群里的成员从来不露出真实面貌 也不需要对彼此负任何责任 我只是参加了一次群成员的线下聚会 便无法自拔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风华旧梦 我是本期主播若曦 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讲述今天的故事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和分享哦 两个月前婆婆不请自来 赖在家里不走老公 不仅不管还让孙文不要小心眼 无处宣泄的孙文参加了一次无遮拦聚会 她躺在餐桌上身上摆着各种食物 自己则成了餐具晚餐结束后 孙文又在包厢里和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酣畅淋漓地大战了一场结束后 他们很默契地没有询问彼此的信息 那时候孙文以为 这次的放纵没有什么后续 直到两个月后孙文开始频频恶心 捏着手里两道杠的燕运棒 孙文内心有些复杂 算算时间老公上一次交公粮 也就在一个多月前吧 三年没动紧 居然现在中招了和老公刘刚结婚 三年了之前肚子一直没动紧 为此沉微 没少被婆婆明里按理挤堆 现在好不容易怀了孙文却有余药 不要告诉他们 毕竟她现在的处境实在是推开卫生间的门 一股腥臭的味道 直冲孙文的鼻腔 孙文忍不住皱了皱眉 看向厨房都三年了 一个女人不好好在家洗衣做饭 整天出去化个妆招摇 那肚子也没个动静 厨房门没有关眼 婆婆王诚扯着嗓子喊着 刘刚在一旁不知道说了句什么 王诚嗓门更大了 早就告诉你了 娶个婆娘你得能照得住 你可倒好 天天让她给你牵着鼻子走 孙文咳嗽了一声 厨房的声音立刻没了 王诚瞪了孙文一眼 刘刚开门出来 炸鱼的腥气顿时钻入孙文的鼻子 孙文连忙捂住嘴 忍着肚子里的翻江倒海 连忙跑到厕所 趴在马桶上一阵干呕 身后传来王诚尖锐的声音 哎哟 可真是矫情 天天在外面 山珍海味吃多了 可瞧不上我们这上不了台面的家常菜了 刘刚妈 你少说两句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刘刚总是不温不火地劝两句 然后就没得下文 任由他妈像个扑妇一样在那指桑骂怀 这房子是结婚前孙文全款买下 当初和刘刚也是真心相爱 所以也不在乎房本上是谁的名字 王诚却以为房子是他儿子买的 小姑子王婷怀孕后 直接以照顾孕妇的名义强行搬过来住着 本来孙文和刘刚就两年没怎么好好有夫妻生活了 现在王诚一来就更不可能了 坐在马桶上唉声叹气的时候 手机响了孙文拿起来一看 是名叫不后悔的放纵讨论组的群主发来的私聊 熊猫莉莉 明天有聚会 你还来吗 上次你的表现太好了 大家都迫不及待想再见你 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两个月前在私密包厢的床上 那个身材精壮的男人紧紧地抱着他在他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喊着 莉莉小富微微发热 他下意识地夹紧了双腿 过了好一会才冷静下来 孙文没有回答 删掉了对话框 晚饭他也没吃 直接回屋了 刘刚拿着手机走进来头也不抬 明早妈去给小静陪护 你早上早点起来把饭做一下 哇 孙文拿着眼霜的手微微顿了顿 心中没来由的一阵烦躁 放下手里的东西坐回到床上 微微闭了闭眼睛 叹了口气 直接躺了下来 孙文翻过身搂住他 瞥了一眼刘刚的手机 好像是在和谁说话 也不知道发的是图片还是表情包 没看清 刘刚意识到 孙文看着他手机就像被折了一样 颤抖了一下 他把手机扣在了床头柜上 语气带着一丝丝不耐 很晚了 上一天班挺累的 睡觉吧 行不行 他伸手去摸刘刚 他却慢慢挪开他的手 然后坐起来 我明天开会 还有点记录没做完 我去把报告赶出来 你就先睡吧 刘刚拿起手机匆匆走到书房 孙文本来想着和刘刚聊聊自己怀孕的事 但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必要了 孙文在床上躺了许久 将心里的邪火慢慢压了下去 接着起身去梳妆台想擦个乳液 看到刘刚的公文包放在墙边 本想给他送到书房去 可是外侧加层的纸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是刘刚单位的体检报告 孙文看不懂 好像各项指标都在合理范围内 但是唯有一点却让孙文感觉十分刺眼 精子不液化 活力差 孙文的脑海顿是嗡的一下 如果刘刚是不孕不育的话 那他肚子里面的孩子是谁的 想到两个月前那次放纵的荒唐 孙文内心渐渐升起一股恐惧 难道说孙文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这时候隐隐听见书房传来动静 他点着脚走过去 扒着门缝 看到刘刚正坐在电脑前 神情专注又带着一丝欲望 手放在桌子底下 音响里响起不可描述的呻吟声 没过一会儿 就看见刘刚喘着粗气 然后抽出一张纸巾擦手 孙文感觉一阵恶心 这难道不是在羞辱我吗 明明被撩拨起来了 结果自己跑去看片了 孙文心烦意乱地打开手机 想要联系一家医院 明天把这个孩子给做了 就在这时 讨论组的头像跳动了 孙文点开熊猫发了一条消息 各位 上一次我们的聚会组织的十分成功 明天晚上八点 地点在香格里拉 1808套访 要求夫妻两对善男 不要单女 四人报名的私我 想到刘刚刚刚的举动 孙文心里憋着一股火 私聊了熊猫莉莉山女 熊猫立刻回 孙文 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没看到消息呢 你确定自己吗 我记得你结婚了 要不要叫上你老公一起 陈薇冷着脸回 不用 反正都要离婚了 到时候说不定还要在你群里 挑优质的善男结婚呢 熊猫 哈哈 你老公可真没有眼光 你可是群里的优质客户 上次的黑猫对你可是赞不绝口 不少群友都想要你的联系方式 可是我都没有给 对了 这次还是给你安排人体生宴 OK吧 没问题 我提前一小时过去 回完消息 孙文就关了电报 本来还想联系一下医院 可是一想到明天的聚会 就觉得浑身发热 心烦意乱之下 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孙文梦到了黑猫 就是上次聚会上和他付距离交流的男人 梦中他们正酣畅淋漓地坐着 结果却被刘刚推醒 他连眼睛都没睁开 就迷迷糊糊地说着让孙文去做饭 说完就又翻身睡了过去 孙文强忍着把刘刚踹下床的怒意 下了床下面被风一吹 凉嗖嗖的 一看时间6点01分 陈兆居然定了闹钟 让他起来做早饭 孙文深深地吸了口气 随便点了一些外卖 然后直接去浴室洗了个澡 早饭都没吃就去公司上班了 陈主管早啊 和孙文打招呼的是文杰 当初也是他把讨论组介绍给陈薇的 因为从进公司就是孙文带着 他关系很亲密 他没有固定的男友 床扮倒是换了一个又一个 而且每一个都跟陈薇分享 孙文也经常给他讲 自己和老公性生活不和谐的事情 他就把孙文拉到了这个群里 果然在这里面孙文发现了新世界的大门 文杰把孙文拉到一旁 小声说陈姐 熊猫昨天说今晚有聚会 我打算过去看看你去不去 孙文心虚地看了他一下 假装训斥 你呀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 天天就想着这点事 我可不去 上次我看了一下 这个群里简直毁三观 早就被我卸载了 文杰的出现提醒了陈薇 上一次的聚会是他的发泄 而他现在的身份地位 绝对不能再放纵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 刘刚的微信过来了 他说晚上有应酬 今天晚上回家要很晚 让孙文回去给他妈做好饭 还特意说了不许点外卖 正好晚上的聚会 孙文也不想参加了 就回他好的掏出手机 给熊猫发消息 抱歉 熊猫 我今天临时有点事 去不了了 熊猫可能是在忙 没回 倒是上一次的黑猫 给孙文发了好几条私聊 无外乎是多想孙文上 一次有多难忘之类的 同时还给陈薇赚了几笔钱 数额都不小 他给孙文发 历历 我会不计一切代价 和我老婆离婚 然后娶你 孙文冷笑一声 没回 下班后 孙文直接开车回家 王成不知道去哪了 陈薇做好饭 想回房间歇歇 发现刘刚书房的电脑 还亮着 平时他的电脑 都用密码锁着人 对于秘密和隐私 都有窥探的欲望 孙文回头看了一眼 已经打憨的老公 就捏手捏脚 进了他的书房 电脑里面看起来干净整洁 但是孙文发现 他电脑里的地盘 明明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却显示内存几乎满了 这让孙文有些好奇 随即显示了 刘刚电脑里的隐藏文件 果然一个media的隐藏文件 出现在了里面 陈薇将文件夹点开 发现里面各种骗子 其中有一个不后悔的放纵 吸引了孙文的注意 这不是群名吗 孙文颤抖着点开文件夹 发现里面还有不少小文件 上面详细标注了名字和日期 孙文的心慢慢沉了下去 果然 孙文在最下面找到了 莫的名字 猫里莉莉 孙文又找了一下 在她网页历史记录里 翻出了群聊 刘刚的昵称居然是黑猫 孙文又查看了 他们共同理财的银行卡 果然里面的钱少了很多 金额和转账的都对上了 孙文坐在椅子上 又无奈又愤怒 她的老公表面上 对自己毫无兴趣 背地里却舔着她的 另一个身份 难怪那次和黑猫坐的时候 孙文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溺外的感觉 这些全都对上了 那么孙文肚子里的孩子 就算是在阴差阳错之下 竟然真是刘刚的孩子 可是刘刚不是不孕不育吗 她为什么还会怀孕 孙文找了当医生的闺蜜询问 当然是编了一个 朋友老公的故事 闺蜜说这种情况很常见 一方面可能是体检中心 不够规范 出现了误诊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男人在兴奋的时候 会提高精子的活跃度 这样就很容易中招了 听完闺蜜的解释 孙文想起当初他们俩蒙面在一起坐的那一次 刘刚却是异常的兴奋 连着要了他三次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就在这时 熊猫给孙文发来消息 他先是发来一段视频 然后文字敲过来粒粒 你是知道群规的 一旦报名不能退出 虽然你是优质会员 如果你违反规矩 我会打听出你的真实身份 然后把完整版的视频发给你的公司 你的家里 你好好想想 孙文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点开视频 顿时高亢的叫声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孙文连忙将手机静音 然后愣在原地 因为视频里的人正是孙文 熊猫的消息又发过来了 你是采凤 介绍来了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这不是威胁 而是在进群的第一天我就讲过了 这个规矩从来都没有人违反 采凤就是文杰在群里的昵称 孙文不敢赌 不敢赌 熊猫会不会真的找文杰求证孙文的事情 只能回他 行 我把事推了 晚上我去 好的 晚上见 见到孙文服软了 熊猫甚至还愉快地发了个鬼脸给孙文 孙文放下手机 叹了口气 摸着小肚子心想 幸好上次参加的时候留了个心眼 在这里贴了个粒粒花的纹身贴 还剩下五个贴纸 都在孙文平时不怎么用的卡包里 孙文衣服了起 随后缓缓贴纸 贴在了上一次的小肤上面 然后孙文掏出手机给吴亚发消息 好啊 晚上让我见识一下你的诚意吧 黑猫几乎立刻就回话 我会做给你看的 陈薇心想 狗男人真恶心 孙文打车来到香格里拉楼下 戴好面具后 孙文按照熊猫的指挥 坐13号电梯到了18楼 莉莉小姐 你终于来了 电梯门开了 一个戴着黑色羽毛面具的男人 站在电梯门口 嘴角扬起一丝弧度 孙文平复了一下心情 对他笑了一下 熊猫测了一下身子 孙文跟着他走了出去 穿过走廊 就来到准备好的套房里面 你脱了衣服去餐桌躺好吧 食材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来摆熊猫转身走进了餐厅 听到他的话 孙文面具下的脸还是有些微微发烫 毕竟孙文都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当着他的面脱光衣服 他还是觉得有些羞耻 熊猫已经准备好了私人储物柜 孙文将衣服脱下 然后锁进柜子里 室内的暖气不是很足 孙文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深深地吸了口气 随后走到铺着大红桌布的餐桌上躺了下来 你的身材真棒 厉厉 真难以想象 你那个废物老公竟然会要和你离婚 如果换成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每天都调教你 熊猫坐在餐桌旁边 将一块块用荷叶垫着的冰冷声鱼声 放在孙文的身上 每放上一块 孙文的身子都忍不住打个冷战 在他将一块瘦丝放在孙文肚脐上的时候 他伸手轻轻在孙文的纹身上划过 孙文的双腿忍不住紧绷了一下 真是一朵美丽的莉莉花 熊猫再没有做出任何过分的举动 毕竟在吃饭之前 孙文的身体必须保持干净 不然熊猫眼中灼热的欲望早就扑向沉眉了 将所有瘦丝摆好之后 熊猫擦了擦手 拿起电话联系其他人 十分钟不到 这些人就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套房里 孙文只是躺在餐桌上 双眼盯着天花板 但是那些人进来之后 孙文明显能感觉到几个灼热的眼神 盯在了孙文的身上 不愧是莉莉小姐 真的是太漂亮了 老公 要不一会我们一起和莉莉试试吧 怎么样 一个女生在孙文耳边响起 孙文的身子顿时一僵 因为她听出来了 那是文姐的声音 在她身边的男伴笑了笑 声音听起来有些怪异 好呀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求之不得 另一个男人突然开口 莉莉 我等你很久了 孙文突然心跳飞快 尽管用了变声器 但是这个男人说话 语调孙文再熟悉不过了 是刘刚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一想到被自己不知情的老公 看着做这种事情 孙文感到一种莫名的刺激 此刻小肚子上的莉莉花贴纸 开始莫名灼热起来 熊猫开口 老规矩 人体盛宴结束后 大家自由组队 有特殊需求的 可以找我来安排 另外跟大家透露一下 咱们莉莉小姐即将恢复单身 心动的男同胞们可要抓紧机会哟 孙文心里有些不满 熊猫就这么把自己私密的事情说了出去 不过感受到在场几个男人灼热的目光 孙文又隐隐生出一种骄傲的感觉 刘刚不珍惜孙文 有的是人为孙文着迷 孙文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上一次刘刚也是佩戴着变声器 但是孙文没有 他居然没有认出他的声音 三年的夫妻 这么一想 孙文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孙文身体不能动 只能转着眼睛看过去 他目光灼热地看着孙文 语气里充满了疯狂的迷恋 莉莉 我会想尽办法离婚的 然后娶你 你一定会是我的男人的话 在这个聚会上来说 并不算什么特别的 孙文内心的愤怒 很快就被身上的快感替代了 当一双双筷子从孙文身上夹走 时才一只只手 在他裸露的皮肤上 游走孙文闭上眼睛 不知道面具能不能遮住 他沉醉的神情 既然下定了决心 不如就借此机会好好享受 人体盛宴结束后 文杰的老公直接找上孙文 二话不说就拉着他 往订好的房间走去 身后的文杰则被熊猫搂住 两人迫不及待地贴到一起 身上的衣服一件件地掉在地上 其他人也都找到了各自的伴侣 而开始说等他很久了的男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孙文被人拉走 一进到房间 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把孙文推到床上 一边亲一边说 从上一次见面之后 我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你终于又来参加聚会了 莉莉 孙文迎合着他调笑 你刚刚没听见黑猫说的话吗 还当着他的面包拉走了 他轻笑一声 怎么 你喜欢哪个废物 这可真是太让我没面子了 说完 他不等孙文再说什么 动作开始越来越狠 孙文一边享受着 一边担心自己的肚子 这个男人说的没错 上次的体验说实话也就那样 还需要靠道具 不过总体来说 孙文还是爽到了 一开始 孙文还心里吐槽 这男的怎么跟刘刚一样不行 后来没想到他就是刘刚 不过幸好一场大战下来 肚子没什么事 温存了一会之后 他们各自分开 回家的路上 孙文的手机就传来了消息 是两个人给孙文发的 一个人叫CBC 他的消息是莉莉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真的愿意娶你 如果没有聚会 我都没有了解你的机会 等你的回复 看来这就是刚才和孙文发生关系的男人 孙文深深地吸了口气 没有回复 点开了另一条消息 莉莉小姐 你怎么走得这么快 是刘刚 孙文摸了摸肚子给他回 刚才做到一半 突然感觉恶心 我该不会是有了吧 怎么办啊 我最近只跟你刘刚半天 没回成威 就在孙文以为这男的 拉黑他的时候 他居然直接给他转了一万块钱 宝贝 去检查一下 如果真的怀了 我立刻就想办法离婚娶你 与此同时 孙文的银行卡扣款短信也发了过来 刘刚给孙文发微信 小静需要买补品 我直接给妈转过去了 要不是我发现了真相 就信了你的邪了 孙文干脆利落地收了刘刚 给他转的所有钱 然后感动地回答 黑猫 你真好 我也会尽快和我老公离婚的 花着我的钱养我 估计刘刚死都想不到 故意晒了刘刚两天 然后孙文用莉莉号 把怀孕的照片发给他 刘刚立刻高兴地 又给他转了一大笔钱 孙文自然开开心心地收下 本来孙文的计划是 主动跟刘刚提出离婚 然后平分家产 之后再用莉莉的身份 把刘刚从孙文这里 分走的钱抢走 没想到孙文一登陆聊天软件 气得差点流产了 刘刚给孙文发了一条视频 孙文点开之后 发现竟然是那晚和GBC 在床上的精彩表演 孙文的脑子顿时嗡的一声 虽然只有一部分 但毕竟还是被录下来了 不用问 一定是熊猫提前安排好了 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切 宝贝你在床上真的好美呀 我不介意你跟别人睡过 毕竟上次我们的视频 熊猫也拍下来发给我了 不过我希望以后 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刘刚的消息事实传了过来 孙文愣了一会 将刘刚的聊天截图 发给了熊猫 孙文质问熊猫 为什么要拍下这些视频 还要给群里其他人发 过了有一会 熊猫的消息才发了过来 放心吧 视频资料仅供内部传阅 而且你们的视频 只有参加单次活动 同时是在群里 一年以上的会员才能得到 孙文点开了聊天记录 果然 刘刚至少在半年前 就在群里十分活跃 而且基本有活动 他都会参加 很显然 他睡了不少女人 最早居然在两年前 难怪刘刚从两年前 就对孙文失去了兴趣 孙文还傻傻地 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翻到之前的记录 刘刚居然还把自己的视频 和别人交换 最近的则是 孙文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后 不少人找刘刚要孙文的视频 刘刚也都答应了 孙文惊出一身冷汗 如果他们真的死了的话 那陈薇的是不是就会泄露出去 熊猫在群里发消息了 如果被我发现 内部学习资料 被人随意扩散出去的话 我会通过你的介绍人 找到你的公司 把你参加活动的视频 全都暴露出去 群里立刻安静了 陈薇这才暗自松了口气 无比庆幸自己贴了个纹身贴纸 既然刘刚这么卑鄙无耻 我也没有必要手下留情了 孙文故意找人劝刘刚 给家里人买个意外保险 三个月后生效 刘刚二话不说 给孙文投了个意外险 如果孙文出事 他能拿到三百万赔偿 孙文不确定刘刚 会不会对自己下手 但是孙文自己可以对自己下手 这三个月里 网上孙文用历历的身份 哄骗刘刚 让他一笔又一笔地给他赚钱 现实里 孙文则开始逐渐展现暴躁的情绪 不光对他 还对他那个刻薄的妈 婆媳战争也从一开始的点到为止 演变成邻里全知 孙文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三个月后 保险生效了 孙文注意到 刘刚每天看他的眼神都遮遮掩掩的 一副想动手又不敢的样子 于是 孙文故意把小区里最能八卦的大婶 叫来家里做客 然后站在楼梯边挑衅婆婆王成 让他推自己一把 孙文就这样顺着楼梯滚了下去 下身的血流了一地 肚子疼得孙文两眼一黑 昏过去之前 孙文听见大婶扯着嗓门喊着 哎呀 这是孩子掉了 从医院醒来 孙文看到刘刚内疚的手在床边 对不起 是我妈不好 孙文直接推开她试图和好的手 刘刚 我累了 我们离婚吧 刘刚皱眉 刚要说什么 孙文接着说 房子归我 车归你 财产平分三年夫妻 我们就此了结吧 估计没想到孙文提了离婚还会这么大方 他故作内疚 最终同意 如果这是你的选择的话 我同意 但是孩子毕竟是因为我妈没的 如果你早点说也不会算了 等保险金到手 我会分给你一些的 孙文内心冷笑 表面痛苦地答应下来 就这样 孙文和刘刚顺利地离了婚 上午领了绿本 下午刘刚就给莉莉发消息 晒着离婚证 宝贝 我离婚了 你答应过我 只要我离婚了 就会和我见面的 孙文悔 我当然不会实验 其实 陈薇早就安排好了一个怀孕差不多快四个月的女人 假装是莉莉代替孙文去和刘刚见面 这个女人是个职业骗子 样貌身材也都是一等一的好 很快就把刘刚迷得团团转 她手里的那些钱几乎都被女骗的骗走了 人还傻呵呵地盼着肚子里孩子的出生呢 女骗子完成任务后找到孙文 一脸比 就这男的 啥啥都不行 你是怎么忍受她三年的 陈薇笑了一下 谁还没有个瞎眼的时候呢 把说好的报酬五十万转给骗子 孙文又送了她一辆车 骗子心满意足地拉黑了刘刚的微信 寻找下一个目标去了 刘刚微信上找不到莉莉后 开始通过讨论组给孙文发消息 孙文编了一篇小作文 说自己家里重男轻女 被家里抓回去 被迫嫁人了 不想连累她 就这样散了吧 然后就这样拉黑了刘刚 算下来 和刘刚离婚后 分给她的财产不仅都回到了孙文手里 她那些保险金也归陈薇了 真是赚了不少 刘刚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居然真的找到了一家貌似女骗子的家上门药人 结果被打出来了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但是她又不敢把讨论组的事情说出来 不然熊猫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走投无路之下 她只能过来找孙文 孙文假装得知她找别的女人被骗的事情 又生气又失望 拒绝再见面 那个八卦大婶则早就把刘刚和王成的事 传遍整个小区了 两人也没脸再来烦孙文 就在刘刚以为事情就这样之后 孙文直接一指诉状 以故意伤害名义将王成告上法庭 吃我的 用我的 助我的 这么久自然要付出点代价 后来 孙文再也没有去参加过不后悔的放纵线下聚会 历历成了他们的遗憾 熊猫不知道从哪知道了孙文和黑猫的事情 单独找孙文聊过 话里话外满是试探 陈薇笑着回她 冤有头债有主 放心 讨论组在我这是永远不会提的秘密 熊猫放心了 陈薇将她删除 退出了讨论组 开启了新的人生 好了 咱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是主播若曦 感谢大家的收听 记得订阅我们的的频道风华旧梦哦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